看到甜品店,再次想到清宁。 她已经半个月没来甜品店了,苏西拿出电话找到清宁的号码,给她打过去。 苏苏。 怎么那么久没来甜品店啊,不在这里做了吗? 苏苏,我遇到麻烦了。 怎么回事? 我爸爸是个赌徒,从我小的时候他就在赌,一直到现在还在赌。 之前他一个月没回家,半个月前他回来了,跟我们说他欠了人家三十万,要卖家里的房子。 我妈死活不肯把房子交出去,拖了半个月。 就在昨天,那些人把我哥哥抓走了,现在我和我妈正急着卖房子筹钱。 好债的人说,今天晚上就要见到钱,否则,否则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哥哥了。 我妈妈不敢报警,也不让我报警。 那你爸爸呢? 他跑了。 别哭,别急着卖房子,房子卖了你和你妈妈住哪? 这些年,我自己一边上学,一边打工,攒了有两三万,可还是差得太多了。 我们家亲戚被我爸借钱借怕了,没有人敢相信我们,也没有人再借钱给我家。 清宁,别卖房子,我替你想办法。 你还是学生,你能有什么办法? 你不用为难,我们家的房子虽然老旧,但也值一点钱。 你不是知道我在邻家做事吗?我可以在邻家借到钱? 真的。 真的,三十万对于邻家人来说是小钱,很容易借到的。 那你帮我借,我给他们打圈条,我一定还。 不急,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经常在哪里赌? 我知道,我之前还去过,和我爸爸在那里打吵了一架。 你发个位置给我,然后你先回家,晚上我和你一起去交钱。